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在过去几年当中有长度的发展 在研究领域当中 中国的论文发表数已经逐渐赶上来 成为全球领先的前两强之一 在前沿的研究层面的突破 也使得中国在原创型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当中 取得了一定的先机 从而也帮助这些初创的人工智能公司实现跨越色发展 成为我们所谓的资本市场当中的独角兽 当然我们中金资本也在过程当中 投资了一些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 包括上汤哥技 包括韩武技 包括涂鸦 展望未来 我们觉得人工智能还是有非常大的发展前景 最主要是在人工智能的三要素 算法 算力 和大数据维度 它都会有很强度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看到新的技术的引入 包括云计算大数据 5G和物联网 这些都能助推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 未来比较有机会的 新兴的人工智能赛道 会在计算机 机器视觉 自动化机器人 也会在脑机接口 AR和VR 包括无人驾驶赛道 而这些科技公司 也将帮助中国 实现它的数字化展列的转型 跟随 nights 我们一起 read 必须 认 advisors 跟随时